好那接着咱们再往下来看 说参照事故的类别来进行划分 那这里主要设计的规范就是GB 6441了 那有关于GB 6441呢是86年的规范 这个规范呢至今已经快小40年了 从来没有改过也没有更新过 所以呢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说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规范在实际当时制定的时候 它是有缺陷的 但是呢由介于它没改过 所以呢这里的一些缺陷 我们现在只能是各自的来进行研究而已 我们不能去说 由于你的一些认知性觉得这里有缺陷 所以它的一些分类不正确 那这个东西你不要去考虑 那命题人出题的时候 他也是知道这本规范是有缺陷的 有一些已经不符合我们现在分类的原则了 但是啊它出题不会给你去出这些有争议的地方 那更多的都是在一些比较表面的 或者是一些容易判定的点上来进行明确 那一般呢我们是综合考虑起因物 引起事故的诱导性的原因 致害物伤害分射啊 将危险因素分为20类 那首先你先把这20类给我背下来 咱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就说过 先给你们留了一个小作业 把20类伤害给我背下来啊 这里有物体打击 车辆伤害 机械伤害 起重伤害 对吧 触电烟腻灼烫火灾 高处坠落坍塌 冒顶片邦 以及透水 放炮火药爆炸 瓦斯爆炸 容器爆炸 锅炉爆炸 其他爆炸 中毒之气和其他伤害 好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 那首先先来看物体打击 所谓的物体打击是什么呀 是物体在重力或其他外力的作用下产生运动 打击人体造成的伤害事故 比方说落物滚石垂击 碎裂或者是砸伤等伤害形式 我拿一个砖头 啪 让你脑袋上扔过去 你脑袋上砸个大包 这什么 物体打击 说我在工作的时候呢 站在高处一不小心手里的锤子掉下去了 你正好站在底下 把你头砸伤了 这什么 这也是物体打击 但是你要注意 物体打击中 是不包括爆炸机械设备 以及车辆起重机械 坍塌等引发的物体打击 什么意思呢 如果由于爆炸所导致石块飞出 这个石块对你形成的打击 那这个是属于爆炸所带来的伤害 它归属到爆炸这个范畴了 不再归属为物体打击 那如果是机械设备 比方说机械设备在正常运行的一个过程中 由于螺丝零件松动 飞出对你造成的打击 这是机械伤害 它也不属于物体打击的范畴 归属到机械伤害的范畴 那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 撞到了脚手架 脚手架上面的物体掉下来 对你造成的打击 这是属于车辆伤害 起重机械 由于起重伤害所形成的物体打击 归属到起重伤害中 坍塌所形成的物体打击 归属到坍塌里面 所以呢 这几类是比较特殊的 它有各自的归类范畴 我们不要当成物体打击来看 好 那接着再来看车辆伤害 那么车辆伤害指的是 企业机动车辆在行驶中 引起的人体坠落和物体倒塌下落 和挤压伤亡事故 好 从概念中我先要明确 第一个必须是机动车辆 非机动车辆不算 说我骑个自行车把你撞了 这叫不叫车辆伤害 不好意思 不叫 为什么 因为是自行车 自行车不属于机动车辆 第二个 一定是在行驶中所引起的 停止的状态下算不算 不算 停止的时候 导致的伤害 这不算是车辆伤害 比方说你这个车 停在停车位上 都熄火了 钥匙都拔了 这个车就没动 你自己拿手机 边玩手机 边往前走 边玩手机 边往前走 前面有一个车没看到 砰一下 创上了 这叫车辆伤害吗 不叫 这个不叫车辆伤害 所以车辆伤害 必须首先满足机动车 第二个 满足 它是在行驶过程中 那你比方说 说机动车辆 在行驶中发生的挤压 撞车或者是轻浮 车开着开着开着 砰一下把你撞飞了 车辆伤害 行驶中上下车 或者是放飞车引起的事故 以及车辆运输 挂钩 跑车等事故 这都属于车辆伤害 但是注意 不包括起重设备提升 牵引车辆和车辆停驶时 发生的事故 车辆停驶 我们已经说过了 停止行驶的过程 停在停车位上 车都没动 这不叫车辆伤害 牵引车辆的行驶过程中 所产生的伤害 也不叫车辆伤害 比方说咱们有一个牵引车 后面挂着一个车 因为后面那个车坏了 它不具备动力动能 前面这个车呢 去牵引后面的车 在行驶的过程中 产生了伤害 这个也不叫车辆伤害 那再就是起重设备 起重设备提升 也就是说 反归属为起重伤害 范围里的车辆 它所导致的 都不叫车辆伤害 你比方说 咱们有一台机车吊 这台汽车吊正在起升的过程中 抬重的过程中 对你产生了伤害 这个是起重伤害 它不叫车辆伤害 但是如果这台起重设备 它没有进行调转 咱们这台起重设备 这个汽车式的起重机 汽车吊 我们需要开到这个地方 开进场 那么它在驾驶的过程中 行车的过程中 对你撞伤了 这个叫不要车辆伤害 这个叫 所以一定要知道 起重伤害里面 我们仅针对于起重作业 或者是实验检修机 安装的过程 我们不针对起重机械 在运行 行驶的过程 但是带载行驶 那个是属于起重作业的范畴 所以这个地方 你要自己去琢磨琢磨 接着往下来看 机械伤害 那么机械设备运动部件工具 或者是加工件和人体接触 引起的夹击 碰撞 剪切 卷入鸽和刺 这些伤害 都属于机械伤害 那么不包括车辆 起重机械 引起的机械伤害 因为无论是车辆 还是起重机械 它都属于机械设备的范畴 并不是只要由机械设备 所导致的伤害 都叫机械伤害 车辆伤害 它自己归属 起重伤害 也自己归属 这两类排除 好 接着往下来看 起重伤害 那么各种起重作业 还要包括起重机的安装 检修和实验中 发生的挤压坠落和物体打击等 但是你要注意 我们是不包括储电 以及检修时 制动失灵引起的伤害 及上下驾驶事实 引起的坠落时的 这种跌倒伤害 说咱们有一个塔雕 那个抖音里面 有一个塔雕女司机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 最后是不是 到底还是出事了 所以就告诉你一件事 该干什么工作 好好干工作 别抖音直播了 你这万一真的一分身 下来了 这人没了 非常非常的危险 好 那么上下驾驶事 引起的坠落是什么 这是高处坠落 这是人重高处坠落 那此时驾驶事又没有人 起重设备也没有进行作业 对不对 那么有些情况 是不太容易被判定的 或者是咱们很多东西 容易出现错误的 比方说咱们有一台起重机械 起重机械在作业的过程中 咱们有这么一个人 爬到了起重机械五米高的B架上 上去也不知道干嘛去了 结果不小心碰到起重机械 罗漏的划处线 导致出电从高处坠落下来 这是什么呀 这是起重伤害吗 虽然是在起重作业过程中 但是注意 这里说了 不包括储电的伤害 也就是说 反属于储电导致的都归为储电 而且你看起重伤害中 本身的概念定义的描述里面 有没有储电 我们说在相应的过程中发生的挤压 坠落和物体打击等 唯独媒体储电 所以储电单算 不要当成储电 但是咱们很多同学 自己在做题的时候 你做一做真题 因为至少目前为止 真题题目 它不会有很大的争议性 这个命题人出题的时候 它会避免争议 但是咱们很多模拟题 练习题 由于编题的人员的能力有限 会导致题目存在很大的争议性 更甚者有些同学自己编题 编啥题呢 说咱们有这么一台起重机 起重机正在作业的过程中 咱们有这么一个人 就爬到了五米高的B架上去了 你爬到五米高的B架还不算完 他过去摸那个裸露的滑储线 结果发生了储电的现象 然后这个人从五米高的B架上掉起来 你掉起来就算了 结果告诉我什么呢 告诉我地下有一个池塘 这个人掉到池塘里了 好巧不巧的是 池塘里面有一只鳄鱼 这个鳄鱼把它咬死了 问我这是啥伤害 这你就有点不讲武德了 对不对 明天人都不敢这么出题 你敢这么出题 你敢确定你所编的这个体的一个逻辑是对的吗 我们先不考虑鳄鱼的问题 掉到池塘里它是个什么伤害 它是个烟腻 它都不算处电 为什么 因为后面我会讲到烟腻 烟腻这个东西它也比较特殊 烟腻不看 不看过程 看结果 只要你这个人从水里捞出来死了 它就算烟腻 包括即使是由于 储电所导致的伤害 从高处掉起来 掉到池塘里 那它都不是储电 为什么 储电不见得知死 但是我这个人的确是从水里面捞出来 它死了 那肯定是枪死的 那它就是烟腻 所以有一些东西 你能知道就行了 你不要过于的去嚼真 我告诉你 这笔6441你过于较真的话 这块的题你没法做 所以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只做真题 不要做练习题 练习题给你们的误导性太大 而且有一些练习题本身题目就出错了 包括答案给的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说你去做这种题 你能给它做明白 肯定是做不明白的 来看储电 那么储电是人体直接接触电源 或者是高压电经过空气和其他的导电介质 传递电流 通过人体是引起的组织损伤和功能障碍 那么包括雷击 雷击也是处于储电范畴 这是属于高压电损伤的一个范围 那么烟腻是因大量的水晶口皮进入肺内 造成呼吸道阻塞 发生的急性缺氧窒息死亡的事故 所以我说了 你只要从水里捞出来死了 你放心肯定是枪死的憋死的 不见得是被垫死的 就你那个人碰了一个高压线 我说这人都焦了都冒烟了 他要命大他就有可能死不了 但是掉水里了他出不来淹死了 那包括高处坠落的烟腻 但是不包括矿山井下透水烟腻 因为矿山井下透水是归属到透水里面的 好那接着再往下来看啊 再往下呢是灼烫 灼烫主要说的是强酸强酱 见到身体上引起的灼伤 或者是因火焰引起的烧伤 高温物体引起的烫伤 放射性引起的皮肤损伤 也就是火焰烧伤 高温烫伤 化学灼伤 物理灼伤 但是注意不包括电烧伤 以及火灾事故 引起的烧伤 火灾事故引起的那就是火灾 电烧伤那就是电伤 储电 那火灾呢造成人身伤亡的企业的火灾事故 那不适用于非企业原因导致的火灾 比方说 居民火灾蔓延到企业 那这个是属于消防部门统计的事故范围了 了解这就可以了 火灾一般不会考 高处坠落指的是谁的坠落 指的是人的坠落 是人在高处作业的时候发生的坠落伤亡 但是不包括以其他类别为诱发条件导致的坠落 什么意思 以储电所导致的坠落 以储电所导致的坠落 这就是其他诱发条件 我这个坠落的诱因不在于我是在高处 是因为我储电了 那你比方说高处作业时 因储电失足的坠落 这是储电事故 那么坍塌是什么样 坍塌说的是物体在外力的作用下 超过自身强度极限 或者是因结构的稳定性被破坏而造成的事故 那对于矿山中是不适用的 因为矿山我们把它叫做冒顶片邦 而在爆炸中所引起的坍塌事故 那是爆炸伤害 它也不属于坍塌 好 冒顶片邦这个也不多提 能出题的概率性很小 如果你学矿山企业的话 学的是矿山专业的话 那它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价值 因为矿山说的就是冒顶片邦 那么矿井工作面的侧壁 由于知乎不当或者压力过大造成的坍塌 那称为片邦 顶板垮落 这就是冒顶 那一般冒顶片邦是同时发生的 因为什么样 因为它在地下承受一个地压 它是四面的一个压力 直接导致整体发生了一个崩溃现象 那透水也是矿山中适用的 比方说矿山地下开采 或者是其他坑道作业室 意外水源带来的伤害事故 比方说我们挖着挖着挖着 突然间水涌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有地下水 你把地下水凿开了 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非常危险的 透水的速度很快的 如果水源量足够大 那基本上能够在短时间内 把整个焊道内全部充满水 那我往处跑呢 注意你跑不出去 为什么 水的速度比你快多了 说我游出去 你要能游出去的话 那早游出去了 你憋气能憋一个小时吗 你要是到咱们地下矿山啊 它里面的这个焊道很长的 有的时候我们走到这个作业面 可能都要走一个多小时 那你试试你游出来 你给多长时间 你憋气能憋一个小时 那你也不是个地球人呢 放炮呢 是施工时放炮 作业造成的伤亡事物 那主要就是各种爆破作业 你比方说踩石踩矿 踩煤 开山修路 或者是拆住建筑物 咱们做的这种定向拆除 定向爆破 那这些呢都是放炮 瓦斯爆炸呢 就是可燃气体 瓦斯粉尘 煤尘和空气形成了达到燃烧极限的混合物 那接触火源时 引起了化学性的爆炸事故 那更多的是适用于煤矿 那当然呢 在一些空气不流通 瓦斯煤尘积聚的场合也适用 所以这里关键点还是在于瓦斯这个词 火药爆炸就是生产运输铸藏 铸藏的过程中 发生的爆炸事故 那更多的都是啊 在这个配料啊 运输铸藏加工中 由于震动明火摩擦静电作用 或者是热分解 或者是铸藏事件过长 因存药过多而发生的化学性的爆炸事故 那你比方说当时降水爆炸 怎么这样的呀 消化废品枯 长时间储存消化废品 导致它的一个热分解的作用 引发了爆炸 好那16 锅炉爆炸 那锅炉爆炸呢 是由于其他原因导致的锅炉 承受负荷过大 造成的瞬间能量的释放 但是呢 它不适用于铁路机车 或者是船舶上的锅炉 所以锅炉爆炸 更多的是民用工业用的 或者是火力发电站的锅炉 容器爆炸呢 是包括物理性爆炸和化学性爆炸的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 其实容器爆炸主要描述的是物理性爆炸 也就是说由于物理状态的变化 导致内部压力增加 比方说 液体气化急剧膨胀 那为什么后面我会加上一个化学性爆炸呢 注意什么样的化学性爆炸是属于容器爆炸 您注意 必须是先完成物理爆炸之后 容器内部的化学物质泄露和外界混合 在于民火所产生的爆炸 这个我们称为化学性爆炸 而这种化学性爆炸 也可以称之为容器的二次爆炸 所以你记住 我们在判定容器爆炸的时候 除非它是二次的化学爆炸 我们才可以归属到容器爆炸中 而直接在容器内完成化学反应引发的爆炸 都不算容器爆炸 我们是要把它归为其他爆炸里面的 所以只要在体干中出现容器爆炸 先看这个爆炸 是不是由于内部介质的物理状态的变化 所引起的 如果是为容器爆炸 所以还是要强调化学性爆炸 我们一定要判断化学性爆炸为二次爆炸 如果不是二次爆炸的 它则不为容器爆炸 那其他爆炸咱们就不都说了 好 那中毒和窒息呢 是不适用于病理变化所导致的中毒和窒息事故的 也不适用于咱们慢性中毒的职业病所导致的死亡 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存在大量的氯气 硫化性气体 你上这 吸一下 然后死了 其他伤害 凡不属于上述伤害事故的都称为其他伤害 好 那么整体的这个内容我们能够了解到这 可以了 好 来看一道题目 20年的题目 说到19年12月10号 某热力公司供热锅炉发生故障 那么故障抢修过程中呢 发现锅炉房的乔氏起重机 主钩爆炸故障 存在溜钩的现象 那由于起重设备厂家人员不能到 不能及时的到场 那么工作负责人急于恢复供热 那么安排了检修工甲 站在乔氏起重机的主钩爆炸处 采用扳手配合制度 就是拿一个扳手啊 卡到这个地方 起掉过程中 爆炸箱突然破裂 一碎片击中甲的头部 送往医院抢救 然后无效死亡 然后问你该事故的类别是哪一个 A选项物体打击 B选项起重伤害 C选项其他伤害 D选项机械伤害 好 看清楚这是什么 乔氏起重机 你不要去管它 故不故障 故障状态和非故障状态 我们看的不是顾不顾着 我们看的是它的一个作业形式 乔氏起重机是不是正在作业啊 它是在作业 那么由于起重机在作业过程中所导致的伤害 属于什么伤害 起重伤害 所以这道题直接选择B选项 起重伤害 那为什么不选择物体打击呢 因为我们在物体打击里面也明确了 由于起重作业所导致的物体的打击 是归为起重伤害的 它不单算到物体打击里面 而且你要注意这是起重机器 机械伤害指的是机械设备对你所导致的伤害 虽然起重机和车辆属于机械设备 但是起重伤害和车辆伤害是单独归属的 所以也不能选机械伤害 那这道题只能选择B选项 第二个选项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这道题 说到某建筑企业在2017到2019年 先后发生了四起生产安全事故 那第一起 汽车掉 这个汽车 汽车掉运时 模板坠落 砸伤两人 第二个 员工不慎从光滑到洞口坠落 撞到咱们的这个脚手架 造成骨折 塔雕在起重过程中 由于钢丝绳断裂发生轻腹 第四个 脚手架上坠落的脚墨机 击中一个员工肩部 导致肩部受伤 然后问你 事故类型包含哪些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 先别看选项 首先 汽车掉运模板时 坠落砸伤两人 汽车掉运时 起重作业状态下 重物坠落 这是起重伤害 圆圈一 写一个起 这是起重伤害 员工不慎的从光滑的洞口滑落 高处洞口滑落 掉下来了 这是什么呀 这是高处坠落呀 好 塔雕在起重过程中 由于钢丝绳断裂发生轻腹 还是在起重作业过程中所导致的 依然是起重伤害 从脚手架上坠落的脚墨机 这是什么 这是物体从高处掉落 属于物体打击 所以呢 能够具有的伤害形式 就这么三种 起重伤害 高处坠落 物体打击 那你选吧 物体打击 起重伤害 高处坠落 选择BCD三个选项 好 接着再来看18年的这条题目 说那某建筑的施工项目 使用了汽车吊 为了识别吊装作业的危险因素 该项目安全管理人员 对汽车的事故数据进行了记录 事故描述和危险因素的分类 那根据GB6441下列事故危险因素分类 错误的是 好 咱们一个一个来看 直接从这一条中 咱们去判定吧 说这个第一条 假汽车吊载 吊装时低级不稳 车辆失稳 一名员工受到挤压重伤 是不是起重伤害 起重作业过程中 你看 人说的是汽车吊载 在吊装时 作业过程中造成的挤压伤害 属于起重伤害 圆圆圆一 分类没有错误 圆圆圆二 以汽车吊载开进现场时 左后轮压伤一名员工的左脚属于车辆伤害 你注意 我们要求的是汽车吊载在吊装作业或者是安装检修实验的过程中造成的挤压压伤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伤害 属于起重伤害 我当时还特意强调了 咱们这个汽车吊流动式起重机 你得开到现场 那么它在路上行驶的过程中 它也没作业 这一段我们把它当车辆来看 所以它属不属于车辆伤害 属于 接着再往下来看 第三个 并汽车吊载吊装材料时 吊物撞到脚手架发生坍塌 这个属于坍塌吗 由于起重吊装所导致的坍塌 属于起重伤害 所以这个不属于坍塌 好 第四个 钉汽车吊载吊装钢筋时 钢筋捆扎不牢 这是什么呀 起重作业过程中 上面的众物掉落 这个是属于起重伤害 那再来看 雾汽车吊载 作业时 一名员工站在悬臂范围内 被吊剧 这个杂伤 处于机械伤害 就说起重伤害 依然是起重伤害 那么这道题问的是什么呀 这道题问的是分类错误的 只有1和2是对的 345全是错的 那这道题选择C选项 第三个选项 而且这个地方 我还要和大家强调另一个点 什么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同学 在判断起重伤害的时候 你再去想 这个东西是不是特种设备 谁跟你说起重机械设备 或者是起重机械设备 就一定是特种设备了 我问你 对于集群液压千斤顶在进行顶升的过程中 导致了咱们这个坍塌 支撑面坍塌 这个属于起重伤害 属于 那你告诉我集群液压千斤顶是特种设备吗 它不是 所以你不要把这个起重伤害 当成特种设备的伤害 这是两码事 我们只要能够进行起重的一切形式 都归属到起重的范畴 这道题选C 接着往下就是按照职业病健康进行分类 那参考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的规定 有粉尘 化学因素 物理因素 放射性因素 生物因素和其他因素 这个内容在我们后面的章节中 有关于职业病的危害管理中 咱们会给大家进行明确 所以在这你知道它分为这么六类 这就可以了 好 那接着往下来看啊 是咱们这个危险有害因素辨识的方法 那第一大类方法呢 叫做直观经验分析法 里面有两个 一个叫做对照经验法 另一个叫做类敌法 对照经验法 是对照着有关的标准法规检查表 或者是依靠人员的观察分析能力 借助于经验和判断能力 对评价对象的危险有害因素 进行分析的方法 而类比法呢 是利用相同或相似的工程系统 或者是作业条件的经验 和劳动安全委身的统计资料 来进行类推分析 咱们很多同学 读完这两个概念以后 会觉得这俩概念跟没读一样 感觉这有啥区别 这两个方法说的不都差不多吗 都是依照着经验能力 这里的关键点在那儿啊 好 我给大家区分一下 对照经验法 我们甭管是拿规范标准检查表 还是人员观察分析判断的能力 还是你的经验 我们是对评价对象的危险有害因素 进行分析 那我告诉你 这个评价对象 是不是已经存在了 存在 这个全都就是评价对象 你通过相关的一切的 其他可利用的资料 是对这个对象来进行评价的 类比法呢 你看一看 是来进行类推分析的 而且你利用的是相同和类似 或者是相似的工程系统 来进行类推分析 也就是说这个评价对象在不在 不在 我们没有这个评价对象 我不知道这个评价对象是什么样 那怎么办 我得去找一个跟他比较相似的 用相似的东西去反推他 如果这么听你还是听不懂的话 我给你换两个词 你马上就 对照经验法 是照猫画猫 你这会放一只猫 我就画出来一只猫 而类比法是照猫画虎 由于没有老虎给你画 所以我拿过来一只猫 我告诉你猫跟老虎长得挺像 就是你把它画的凶一点 这样凶一点 然后上面写一个王 好 那我照着这只猫把老虎画出来了 这叫类比法 明确了吗 对照经验法 是照猫画猫 我是真的有一只猫 而类比法 是照猫画虎 我是真的没有老虎 所以没办法 才拿过来一只猫 用猫的特性去推断老虎的特性 这叫类比法 好 那再来看 系统安全分析方法 说系统安全分析方法呢 是应用咱们系统安全工程评价方法的某些方法来进行危险有还因素的试变 那么常用的系统安全分析方法 事件数 事故数 而且对于事件数 事故数是一个非常核心重点的那种 在我们后续预解 安全评价的方法中 会针对这两个方法进行详细的讲解 好 来看一道题目 说某公司对参除垃圾处理和利用建设项目进行安全预评价 该项目包括参除垃圾容纳系统 传送系统和油水分离系统 还有脱水干燥系统 以及固态物的发酵系统等 关于脱水干燥系统危险有还因素辨识的说法 问你正确的是 让你选正确的 A选项 根据生产过程的危险有还因素分类标准 脱水干燥系统安全标志不清晰 属于环境缺陷 来 你告诉我 安全标志不清晰是环境的问题吗 标志本身不清晰 那是它自身的问题 这是属于物的缺陷 所以A选项是不是错了 好 再来看B选项 对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对脱水干燥系统危险有还因素 这个辨识属于类比法 类比法是招猫画虎 你现在是对谁分析 对脱水干燥系统啊 有没有脱水干燥系统啊 我确实有脱水干燥系统 我只要照猫画猫就行了 我对着脱水干燥系统这只好猫 我去找相应的有关于它的规范标准来进行比对 这是类比法吗 这是对照啊 对不对 它不是类比法 好 那再来看C选项 考虑脱水干燥系统起因物造成的伤害 辨识该系统存在烫伤危险 这个是正确的 好 那根据相似工程系统资料 对脱水干燥系统的危险有还因素进行辨识 属于对照经验法 你都有脱水干燥系统了 照着猫画猫就行了 又不是说咱们没有脱水干燥系统 你去拿和脱水干燥系统相似的东西来进行推断 那这种方法应该叫什么 叫类比法 它也不叫对照经验法呀 这不是照猫画虎吗 那这道题正确的选项是不是选择C啊 好 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 关于危险有还因素辨识的主要内容 那么进行危险有还因素辨识的过程 实质上就是安全分析的过程 这句话记住 这句话是可以作为辨析式题目中的一个选项存在的 那么主要包括的是 厂纸呀 总平面布置呀 道路运输 建筑物购置物 生产工艺 主要的设备装置 作业环境 以及安全管理措施等内容来进行编析 所以你会发现 把所有的内容编析完一编以后 对于整个系统就进行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 好 那这里呢 咱们主要针对啊 生产工艺中对新改扩建项目设计阶段辨识的内容 来进行一个明确 首先我们要消除 那更多的是什么呀 通过考察设计 尽可能去消除危险要害因素 从本质上达到安全 然后是什么呢 预防 考察是否采取了预防性的技术措施 再往下减少 考虑是否采取了减少危害的措施 然后隔离 将有关人员和危险因素 进行隔离 再就是终止 考察是否通过连锁装置来终止危险的发生 还有警示 考虑是否使用安全色 安全标志等进行警示 好 那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对于新改扩建项目设计阶段的辨识 这里的消除预防减少隔离 终止和警示 实质上是存在排序关系的 所以这个排列顺序 大家关照一下 好 那这是有关于第三章第三节 危险有何因素辨识 所要给大家讲述的内容 那本节课我们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